有人一听说什么长子长孙 这个又不乐意了 你这个地位就那么高吧 这个是出身 你占了什么位置 什么角色就要做什么事 如果你没有 那么大家起来一起推翻你 就都不管你那回事了 那作为一个长 首先你要 替比自己小的人考虑 弟弟妹妹 在你们这一代 首先要大家团结起来 为什么呢 为整个家考虑 其实往往 老大呀 他都是考虑上下 整体长远多一点 因为你先出来嘛 你年纪最大 精力最多 要最早的担当起来 所以首先就是你 你想跑都不行 所以你如果没有做到 你这个身份 你生下来就是要做这么 事儿嘛 谁让你先生下来呢 不要推脱 要推到最后 什么都没有 所以 有些人 还有抱着委屈 说我 生下来 实际上 你的身份地位 是比较高的 如果做得好 你是最好的 他做不好 当然你是最差的 那后面弟弟妹妹 就没有这么的压力 你看 往往 长子自成父业 担起家庭的一些责任 如果父母不在了 长兄为父 长 女 为母 真的是这样 你看 很多小年轻 小的时候 父母就没有了 怎么办 就姐姐哥哥 带大 长女同样重要 如果你先生下来 女儿 然后 还是弟弟 那理论上 这个 弟弟 才是长子 但他这个性格 就产生变化 往往 长女更懂事 你看我们学叔叔啊 这个钱挂 坤挂代表父母 那么正挂 迅挂 你学过六遥就知道 那迅 跟坤 它是一对 在接纳 遥 六甲 纳气的时候 它是首先 跟坤 是同属性 同对等 那么正挂 更是 纳的天干 纳的这个 遥味 都是从 附 潜挂 开始 数的 所以这个万事万物 这个规律 你归结到这个 数数 这个符号 上面 它就是这么个原理 它就是这么来的 怎么办 身为长就要担当的更多 你会发现往往 长子 尤其老百姓的 玩比较吃亏 老大傻 老二间 家家有个 坏老三 或者调费道道 是老三 就是这个道理 它要吃亏 都给奉献 其他人 他才能听你的话 到哪儿 要占便宜 你有什么 我们下来 再说一下 这个 输出的问题 这个输出上 也有一些说法 这种输出的问题